五安五安 今天是星期三 在放假时我都会早点推出 如果时间许可的话 推出多一个都不奇怪 香港财经R 今天是12月12号 好意记,1212 又跟大家见面 今天是星期三 刚刚结束了早上的市 今天我写这个表的时候 升300几点 但今早上午完市 港股升400几点 今天讲的比较多 快点入正题 今天有三个要讲的 第一个就是 如何用Excel表 去监察你自己的股票 第二就是我想讲讲物业 以及股票 因为有读者 就是email来就有讲到这件事 第三就是讲 我们的鑽石九组合里面有的 3968招商银行 直至到今年 由第一季到第三季的业绩 香港财经R的投资日至 因为市月版已经出了 正式版都推出了四期 即是十二月的收费版 你仍然可以拿这个市月版 你如果想拿这个市月版 或者想看下 如何加入投资日子的话 你可以在YouTube留言 又或者email去 香港financial at gmail.com 都可以 那我会在节目尾里面 就会再讲 那这段时间会讲多一点 因为我发觉 看的人越来越多 就是 可能是在 中国文心 香港文心 refer过来的又有 有些大家share到的又有 所以有些朋友是不知道的 大家不要嫌我长气 有时会 就是要重复一点点 循例也要讲回 其实上个星期就跌得很急 跌得很急 那今天呢 就是现在你看这个 是上午11点多 那到了12点的时候 它已经是 升了400多点 就是上午的升市 有一样东西 大家应该经常听到我说 就是我不是那些 技术分析派 或者是一些图表派 但是有一样东西 我又 就是这么多年呢 我又不得不说去准呢 就是 双底和双顶 它真的准的 你看一下 左手边的图 很明显你看到 恒指就 就是下跌了 就是下跌了 这个呢 右边就是我将它 因为左边的表就是 就是 五年 右边的表就是六个月的 你会看得清楚一点 你可以看到 恒指是一路下跌了 一个突然间很低的底 这个就是 第一个底 就是 隔壁你看到 它上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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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差不多是 上去到两万七千点 第二 就是右手边的图表 你可以看到 它是上去到两万七千多的 然后 它就跌回来 到两万五千多 如果由现在 再上上去 这个就是 双底 如果双底 在技术性分析来说 就是告诉你 第一次的底 已经是真正见底了 双顶也是一样的 我不是技术分析派 我不知道 但是 在过往的 这21年里面 我发觉它是准的 就是它有九成准的 五神怪的 就是我不知道背后 就是背后理论是什么 但是 看回出来的结果 它也是准的 所以这次我 很肯定 之前的两万四千五 就是这个贸易战的底 当然有其他东西出现 就零计 突然间北韩 去打个核弹出来 那就没得说了 但是如果你说看今次的贸易战 这件事件的话 出到 就是出到连人都捉了 那我相信 那件事都见底了 应该是 就是出到大家 就是要加换人质 我想都 两万四千五都见底了 但是 很坦白说 建底 我记得我之前说过 建底就不等于一定会上升 建底就是建底 升就升 两样东西来的 现在中美的贸易谈判 坦白说一句 我相信真的要去到明年的第二季 先接明 就是从来都是 就是在股票市场里面 他就不会大来大股 告诉你 喂 明天就完了 或者他又不会大来大股 告诉你 喂 明天市场见顶了 不会的 见顶见底 是你时候看回头才知道的 这个与经验都很有关系 就是 很多时候 就是 你初初涉足这个 股票市场的时候 特别是港股或者美股 你很容易会猜错 很容易会猜错 但是 根据 之前我已经说过 两万四千五可能是底的 那现在 如果做了一个伤底的话 就相当肯定了 那我们可以看看 就是 纯粹说贸易战这件事件来说 应该就见底了 就是剩下的 即使 美国向中国收完余下的 百分之二十五关税 其实已经是最差的scenario 市场一早就已经知道了 就不会说大家不做生意 那就不会的 如果大家 其实 就是大家都 应该想到 不做生意就没什么 但是大家都明白一件事 大家要做生意 就是因为大家要做生意 才要谈那么久 不然需要谈 所以我觉得 如果要恒指要上升的话 就是说 大部分的投资者 他们要觉得已安全了 现在可以入市的话 我相信是 当然他一定会 给经济是早的 因为股市是走在经济之前的 但是我相信 都要过了六、六年之后 可能大家要忍耐一下 或者在这些时候 建仓 就会相对地安全一些 好像我们的银翼组合 就是在这个时候建仓 应该是比较安全的做法 铸石九百万头的组合 我觉得是好像一些 就是 龟兔赛跑 那今天铸石九百万头的组合 就是 组合表现是 51% 那其实已经达标了 就是每年我们要求的 百分之十五 那其实已经达标了 这些 稳固的组合 就好像龟兔赛跑 整个我觉得 它又不会突然间升10% 就不会的 我自己的组合都是 从来没见过它一升 就是 单只的过股有 但是整个组合就没有 没试过 它就是这样 押着押着押着押上去 如果大家看回那个 核心持股 你可以看到 那些 那些股价是押上去的 就是大家看到 领战 我们76.8买 记住收息 昨天派了息 领战 它是由 70 我们买到76元 跌到72元 它又押上来 即使地铁 它最高是试过46元 跌过37.99 它今天又押上来 40.5毛盘 恒生也是 它去到178 179 它就不跌了 押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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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上来 月台投资 煤气那些都是一样的 煤气是跌过 贸易战是跌过14.6元 我记得没错 它现在差不多有16元 这些就是 即是一路赚钱的公司 它的股价就是押着押着押着押上来 那整个组合就押上来 是不是 虽然它不是那些很sexy的 那些一标 说是标几成 但当它长远地上升的话 很可观 我们一会说物业 against股票 你会看到 第一个我想说 就是用你们的Excel表 因为很多读者 就是他们买 就是有一堆股票 但是他们是 很不方便地去看 组合哪些升哪些跌 当然有些朋友是用东网 有些朋友是用证券行 有些朋友是用AA stock 但是都很难看到 你自己的股票的performance 我觉得最好 我已经用了差不多八九年的这个方式 就是说 你将你自己的组合 好像这样 放进去 那你可以放在哪里 放在你的Google Drive里面 很简单的 我想大家现在手机 没有上不到网 是不是 个个都能上到网 那你一按进去 有两个位置你要看 第一个位置 就是你的组合表现 你看到它之前是上升 还是下跌 因为一路上升 因为一路下跌 第一 第二 就是股价表现 就是右手边红色的栏 那你就自然会看到 咦?不是啊 今天我的股票 比如你之前买了医药股的 突然间跌10% 什么事呢? 明天又跌10% 你只需要每日用半分钟 一分钟都不用 我用半分钟 就是看这两个位置 其他那些我可以回家慢慢看到 那你就立刻可以看到 你自己的股票的组合 有没有问题 很简单的 每日 半分钟已经看完了 你就看这两个位置 最下面 组合表现 还有 右边 红色股价表现 你可以特别 看着 咦?我的组合 经过了一个月 有没有上升呢? 还是跌呢? 好了 今天 或者这个星期 哪一只股票是持续跌的呢? 你一看你就知道 比如这里 你一看你就知道是银鱼了 那你就会看到 这只股票有什么问题 如果不是 你 比如买了10只股票 你根本就不记得了 你原先买的价格是什么 或者买的数量是什么 你到了一个星期后 如果你买那些医药股 你的股票已经散了 已经跌了三成 那你就没有反应 就是 起码你知道你不做反应是一个问题 但是你如果不知道 或者是 懵懵闭的 咦? 是吗? 那么一个星期后 咦? 如果跌了这么多 那就有些东西挽救不了 而你也不可以 随时 看着你自己的组合的表现 咦?不是 为什么这个月的组合 就是我之前可能升10% 为什么现在升了 只有7%或者8%呢? 那你就知道有些股票跌了 那你就知道有些东西你要处理 所以大家活用这个Excel表 是很重要的 我用了七百年的 我是放在一个Google Drive里面的 那没有人进去的 要你的password才能 订阅到的 那你用半分钟一看 上到网 你已经清清楚楚了 已经是 这件事是很实战的 我很少见 那些股评家会去说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做 他都买了一些汇丰 或者恒生 或者恒生 都可以扔在一边 那 突然间一个月之后 对啊 看看汇丰 那你就继续查不到 是吧? 很简单 每天半分钟就做完 所以我觉得 这个小tips 大家是 养成一个习惯 够用的 不用那么多的 这些Excel表 自动输入行指 自动输入股价 是已经有 Google已经帮你做完的 这些Excel表 有读者问 关于物业 against股票的 很多朋友 都 相当富有的 其实我觉得 很多朋友 有些 进来 email 他已经是有 几千万的 资产 但是他就 或者甚至有些 四五千万 有些有 公下收租 我又讲一个故事 给大家听 就是说 在我楼下 有一位业主 这七八 这四五年 我已经见不见他 在之前很多年 我们业主会 大家都会交流 他不在这里住 他只是放租 我估计 七八年前 他差不多80岁 他在太子区 深水埗区 他告诉我 他有十四个物业 其中有六至七个 是深水埗的地铺 他说当时 N年之前 他在港州 拿着几十元 我想现在来说 只是他刚才说的 那些东西 都应该是过亿的了 他跟我说 其实物业收租 表面上是好看的 但其实是很麻烦的 我都即将会放租我的物业 因为我买了第二间屋 他跟我说是很麻烦的 他说为什么呢 每一次 大家知道现在 因为 业主经常要 每一年都 每一年 一年三一年四都要调整他的租金 所以很多租客都是租一年起两年子 甚至在我们太子区这些近地铁站 租半年的都有 但是除了你要打离印做合同之外 当然这些有时交给agent去搞 很多时候 当租客走了之后 你都要收拾一下房子 有时会投诉一些冷气不行 坏了 有时会投诉一些水喉 有时会投诉一些 怎么说 比如说 道门的教育不行 眼灯你要帮我换 那些 几头痕的 以往 有些租客你知道 管理费不交 等等都有 所以现在他已经全部 总之我的租金里面 就算下去了 差在管理 就业主自己给 免得他不给走了 你追他麻烦 甚至我有朋友 买了这个 沙田韦华 租给国内的学生 一收收了整年租 免得麻烦 一收就收了整年租 免得麻烦 那这个就是 就是他说 你有一个物业 两个物业都相对容易搞 他说我有十四个物业 你想想头不头痕 那他都是叫他的儿子帮他搞 很多东西搞 其实 那变了 比较麻烦 但是呢 很多朋友 都会觉得说 第一收租稳定 第二就是物业升值快 其实就不一定的 其实就不一定的 大家可以看回 下面这个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我们当09年 我们不要用08 因为08是特别低的 09年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大约是六十几 到现在就180几 即是升了三倍 在这十年里面 即是09到现在升了三倍 但是某 其实某一些股票 同样 甚至比较强 我们经常说的 即是我们的六个核心持股里面 我随便拿一只煤气出来 因为有一次我在 一个中韩香港里面 我见到一位伯伯 他们在那里聊天 我在那里看股票机 他跟另外一个人说 原来他有六十几万股煤气 我一认识 是一千万 那一千万 只要每年他增值10 现在是年股息12% 即是你一年里面 已经过百万收入 那一定是用不到的 因为他已经 看样子连过七十 他一年用到三十万 已经很厉害 那他又有七十万再扔下去 但是我计一计 这条数不是这么计 因为为什么呢 煤气每年都十送一 其实他在五年前 可能他只有四十万股煤气 以当时来说是四百多万 不是很多 但是他只不过一路增长 增长到现在 他有六十万股煤气 大家在YouTube里面看 很多隐世股神 譬如买中巴 买长实 煤气 中电那些 他是超有钱的 即是七十多岁的时候 你想想 刚才我说的那个伯伯 他说一只股票 我不信他只有一只煤气 他可能有两三只 就已经搞定你的 那他应该都不会没楼收租 没楼住 大家看一下 煤气 右手边 我们就当煤气的每年2%股息 和物业租金是一样的 大家看一下煤气 09年他大约是8元 那现在他是大约16元 你以为他升了一倍 其实你错了 大家可以在AA stock里面 看回所有股票的股息 我看到2000年他都是十送一 如果我们从09年到现在 将股价还原的话 当我们还原十送一的因素 现在的股价应该是41.5元 即是说煤气在过去的09年到现在 你现在升了五倍 比你的物业厉害 你的物业也是升三倍多 升三倍多是对的 因为我自己的物业也是升了三倍多的 都是升了三倍多的 那当然我曾经说过 物业因为你是做杠杆的 你是给三成的 通常买股票都是full pay的 那你随便说 譬如说你现在有当年 你是200万的物业 那现在来说可能是700万的 已经是700多800万的 那但是你不要忘记 200万里面你给了60万而已 60万变成了可能现在是700多万的 那就升了十倍 但是你不要忘记 你还要用杠杆的 如果大家用同一个 杠杆去比的话 其实煤气或者是 领节领节升了五倍 加上每年3.5-4%的股息 恒生都升了一倍 很多我们的六个核心持股 都是升得很厉害的 在过往十年里面 但是股票有一个好处 就是我认识一些老人家 他直接放在投资者户口里面 就是他不用收股息再给银行扣钱 直接是出支票出足的 就是不会每一次扣30元 那些就是摆墙的 他不移动的 比如长室 刚才我说中巴 九巴 地铁那些 很多投资者 就放在投资者户口里面 不移动的 每一次收股息 就收支票 就连那30元银行手续费 他都不被人脱的 那我经常都说一件事 就是说 所以我买回中银香港的股票就是这样的 因为他虽然脱了我30元而已 但是就是我股价里面赚回 那做一个就是简单的对比 因为股票你不用交那么多东西 股票你又可以去随时套现 你又可以收股息 你亦都可以抵押 你又可以将股票 就是当譬如说八年归老的时候 交给你的承计人 成立基金 全部都可以的 但是你就不用那么烦 你想想你有十只股票 都是好像煤气那样的 你根本就不用烦 但是你如果有十个物业 你就头都爆了 所以我在投资日誌里面 又说过资产配置最好就是一半一半 那现在的楼价 就是如果你是30岁左右 那你记住我今天说的事情 当我们九几年的时候 楼价曾经在五六年标得很紧 是很紧要的 去到97年 跟着就静止 那到2000年到沙士 它又慢慢上 跟着沙士又再跌 跟着05年开始自由行 到差不多0910 楼价慢慢上 跟着到10年开始 到上年 楼价又飙升 那我估计一样东西 如果这个pattern不变的话 楼价到明年去到年中 应该差不多调整完 那它就会有四五年 是一个 就是很慢 比如一年几个百分之一 几个百分之一上 周期是这样的 就是你不要想着明年年中之后 楼价再跌多成半两成半 跟着它就像前几年那样大升 不会的 不会的 又到四五年的 可能是 就是如果你不相信 譬如你今年30岁的 那你就多看四五年 你看我说得对不对就知道 但是股票就不一样 因为这类核心持股 它是一些公用股 它每一天都赚你钱 就是中电每天赚你钱 地铁它一推楼出来 它又赚你钱 沿海投资它每一天都赚你钱 全部它都每一天都赚你钱 那它的股价是会很稳定的 蚁仔上楼梯爬上去 这些就叫做归兔赛跑 即时它是赢你不到的 但是你如果 除开四五年 你就开始见到 成绩 你开到十年二十年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刚才我已经说了 那个伯伯 你计算的话 如果他中间没有加到的话 他在五年前 可能他只有四十万股 现在他只有六十几万股 是不是 那你想想增幅有多大 是不是 那你想想增幅有多大 好,接着我们讲这个招商银行的业绩 三九六八 那我们的组合是持有的 我们组合是持有的 由一至九月 招商银行的业绩是做得相当之好的 下面所说的是人民币 发行股数四十六亿股 那现在招行的市值是一千四百五十亿人民币 其内的收益是上升13.2% 那么他的淨利息收入是升大约10% 而非利息收入就升19% 那你将这些数据加起来就是总收入 那两个都做得不错的 第三季的纯利 纯利就是升15% 而第三季的纯利是升15.7% 那个数字是吻合的 那么那个非利息收入是升得多些 但是非利息收入是占的 比例是少一点的 那么淨利差有2.4厘的 淨利差的收益率都有2.54厘升了一点 那么其实你看到 招行和交行、建行、工商银行 或者是中银都很不同的 他们那些每年都是5%、6% 但是招行是特别在借贷方面做得好的 但是他的资本充足率是15% 一级资本充足率是12.84% 而核心就是call time ratio是12% 他的撥避覆盖率就是说 如果外壞帐有1亿的 那么他是撥避了3亿出去的 所以招行是做得相当之好的 大家看回那个 你看到去到16年打后 招行是做得相当好的 那么当然今次的贸易战 其实坦白说他都跌的 但是他就不是飞下来 他跌到27、8元就停了 他现在在上 是做得 是做得 就是 在 国有银行来说 招行是做得相当不错的 就是我觉得是 如果今次不是贸易战 那个人民币下跌了的话 人民币下跌对他一定有影响 因为他首持的是人民币支撑 如果不是的话 这个股价起码 是欠了10% 就是 他现在应该是35、6元左右 我们是30元 所以我会继续持有工商银行 我觉得他是 就是内银股来说是比较优质的 那去到最尾呢 就说回这个投资日誌 那都是说给一些新朋友听的 那就是 投资日誌呢 就是每一个星期 大约是两至三篇文章 那我们希望建立一个 三至五年的中线投资组合 因为钻石狗呢 是长线的 或者是退休组合的 那这个三至五年的中线组合呢 起始资金是比较少的 是30万 那第二呢 就会 在文章里面会讲 如何深入钱出 学好一些股票投资 那还有 有 香港股票分析 那当然一定有 银翼组合里面的股票 或者其他都会有的 今 今个文章呢 我就会讲这个 恒地 和新同基 那你会 就是如果你有 你会看这个日誌 你会觉得 一些 很简单的分析呢 很多 很多分析员都没有做的 那但是我做了之后 你看你就知道的 就是很有趣的 其实 那我们推出的投资日誌 会用PDF格式的 那另外呢 就是说 因为收费 所以文章和组合呢 短期是不会公开的 那就是 比如说 试月版的 那可能呢 十二月的文章呢 可能三个月 或者四个月之后呢 才会变成另一个试月文章 因为大家都是收费的嘛 那我不可以短期内 那么 那么早出的话呢 那大家就 我给钱来做什么 那但是我也都不想说 就是那些试月板太过旧 就是 我也有说过 譬如说 是华夫财经的 那么它那些试月板是 一年前的 那一年前那些试月 做什么呢 是不是 很多那些组合 都不是那样东西的了 已经 说的那些东西都可能 不是那样东西 那些股票已经 可能停了牌 是呀 或者已经升了80% 那些就是 太out day 我们就不想了 鑽石狗组合呢 就 由16年到现在 还有一个月呢 就是 三年了 那么 我经常都说 这个跌市呢 如果真的 24,500是见底的话 那这个跌市呢 是由 由2月跌到 10月 跌到11月 那么 我记得我说过 通常一个跌市呢 在香港来说 是9 个月至1年 9个月至1年 那么这次就应该是10个月 好准的 其实 好准的 因为通常呢 为什么现在你看到 它跌来跌来跌不下呢 因为 因为那个 就是那个 恒指的水平 已经是去到便宜了 11倍多的PE 是不是 就是又不是 再发生雷曼事件 那为什么它会跌到9倍PE 是不是 就是很多 很多 很多 就是 分析员都说 他们会跌到 2万2 甚至有些说 会跌到 就是1万点 9千点 多余的 是不是 它发生什么事 会跌到这样呢 大家看到贸易战 影响多少 影响 就是 一两个百分点的GDP 是不是 又不是银行 看起来有问题 又不是美国要收水 又不是美国的钱 就是当时雷曼紧的 那些钱一定要够忙 那有你没你的钱 就在港股 返回美国 那当然大跌 但是我看不到现在 就是银行 看看有什么问题 那长达 9个月的跌市里面 恒指 如果去到2万4千5 就是总共由最高下跌了26% 那我们今天都增值到151万 那我们的年孵合增长是14.8% 那是合格的 那收费版已经开始了 那每个月就150元 那大家可以过数去我恒西银行 或者是中银香港户口都可以 那恒西银行是可以用转数快 那大家入了数之后 在那个收条上面 就写下你的email address 那接着你拍照 take image 然后share回去 hongkongfinanceout at gmail.com 就行了 那即使你现在 譬如说12月中 那你才加入的 不要紧要 我会将12月其他 之前出的那些投资日子 都email回给你的 就是说你付了12月的 你就会拿完12月的投资日子 你付了1月 就会拿完1月的投资日子 就不会miss的 好吗 那今天讲得很长 讲到31分钟 那大家如果 就是 有什么问题的 再拿四月板的 或者 怎样加入有问题的 可以 在youtube留言 或者是email去 香港financeout at gmail.com 都可以 好吗 那时间如果放假有多的 可能我都会再做多一两个节目的 那哪一样东西大家是想 就是听的 那大家可以留言 那我可以 有这样的经验可以回答到的话 我会在这个节目里面说 那有一部分我会在投资日子里面说 好吗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